我受他们的付托 帮助他们做一点好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顾会 你看 在局势里 在任何道场 同修们供养 我的这些红包 我都没有测开过 没有看过 全部都送到这个道场去了 我在哪个道场 就送给哪个道场 我从来不看 我也不话语 我也不向人家要一分钱 我觉得 我的唐朝 古人讲的话没错 讲得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庞居是将这 少一事不如五事 人家供养我的红包通通推出去了 五事 我要收莲 那就是多一事 我不要就五事 无事 无事比好事还要好啊 古神仙仙的教诲 我懂得 我认真的学习 我得受用 我也教大家 也劝告大家 特别是出家的同修们 真正一生 在道业上 有把握成就 最好学映光大师 决定了 决定了 亏成就 硬光大师第一个 不收出家出地 你要想到我 出家出地不好受过 麻烦很大了 他老人家这个视线 非常有道理 那也许你们有人问了 跟到我的不是很多出家出地吗 我告诉大家 不是我受的 我们有韩馆长受的 所以这些人能够出家 要感激韩馆长 治愿报问 没有韩馆长的时候 你们就没有出家的缘分了 他受的 过去台北图书馆到场 他见的 他不见 我决定不见到场 他见的到场 他收的这些出家人 所以他老人家 往生之后 再有人找我出家 我不提度 再有人找我出家 我提度 那是我收的 一生不见到场 做客不做主 自在啊 做主人不自在啊 做客人 我住在这个地方 那房子漏了 漏了又我不想干了 他这事情啊 房子坏了 不能住了 我赶紧走路啊 你说多自在 主人就烦恼了 人生快乐是自己找的 痛苦也是自己找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印足第三个 他是自己的悦法 不传戒 不给人做传戒师 他一生不传戒 除非平常这个三规一 这个五戒 这个可以 三规五戒 他不做传戒师 我们想想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是我们的母犯 一生 做红发力生的工作 把这个心定下来 坚持自己的幸运 那我们一生 这个生活 有没有保障 不要以为 你自己建个道场 输了很多徒弟 将来老的时候 就有人照顾你了 靠不住啊 李牧原知识告诉我 红杭发力 这大家都想得 佛报多大 收了不少徒弟 病重的时候 一个徒弟都没有 结果有人骂他徒弟 你师父的时候 比生病变得这个样子 你们怎么一个都没照顾 徒弟 所以大家商量商量商量 请个护士 护士照顾 护士照顾得很周到 老和尚天天睡大觉 结果李牧原很聪明啊 那个护士给老和尚吃了个药 就偷偷的时候 把药拿出来 从口里都拿出来 这一花印是吧 暗门药 护士很聪明 让老和尚一天到晚睡觉 不就没死了吗 所以别收徒弟 收徒弟都是这种样子 不会照顾你的 一切交给佛菩萨好 这个事张家大师教过我的 只要你真正发心 为佛法 为众生 一地一身 佛菩萨照顾你啊 这比什么都靠 靠靠啊 靠人靠不住啊 靠佛菩萨 真正靠得住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ование的观看 咱们细放 集合世界 咱们细放 集合世界 咱们细放 集合世界 Nalmo Ami Po Po Nalmo Ami Po Po